刘晓庆从来都是人们眼中的焦点 而他的第一次舞台剧尝试便绽放了风华绝代的光芒 如今演出场场爆满的效果已经延续到第118场 9月28日晚 话剧《风华绝代》在河北唐山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演出 该剧以著名小说《涅海花》为原型 讲述了清末民初时期传奇女人赛金花的一生 而剧中赛金花形象在刘晓庆的塑造下再一次成为了经典 这部戏最早的时候应该说是小兴老师的创意之一 名字也是他出的 就是赛金花的故事 后来我们在编创剧本的时候也发现这部戏 赛金花的传奇 作为一个传奇女性 清末的一个名出的一个人物 在某些方面从性格为人 有好多地方跟小兴老师很相像 所以一个传奇的女人演一个传奇女人 蛮合适的 据介绍之前在影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刘晓庆 在《风华绝代》中第一次尝试舞台剧 在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 刘晓庆长时间独称舞台 台词量达两万多字 排练初期他曾有一些不适应 但很快就用其天才的表演天赋完成了任务 到现在我们一场一场的演出下来 包括前期的排练 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给我最直接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他在每一场的演出都是精益求精 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我们每一场演出下来都会有所交流 《风华绝代》在一年内巡演60多个城市 获得了巨大成功 目前出品方已为刘晓庆申报世界纪录 刘晓庆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主演不设毕决 演演100场话剧时间最短纪录的创造者 我这个人是个实在人 就是老老实实的演好每一场